今天我们用这个示波器测一下我们这个板子的电源温波 电源是这一块 那么我用一个数字示波器和这个示波器测的结果做一个对比 我们先用数字示波器做一个测试 首先也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就是很多人在做这个电源温波测试的时候可能会拿一个地线 甚至有可能会再卡一个很长的一个线 然后作为地线 然后测电源的输出 那么我们先测一下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温波大概在65毫升 而且变化特别变化特别大 那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你看我随便多这个线的时候 我随便多这个线的时候它这个受的交流都很大 那我现在把这个线拿掉 换成一个接地环 那我们现在绕好一个环然后去测它 这是我们发现刚才七八十毫复的温波现在是大概在十毫复左右 在二十毫复左右现在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换成这个示范器 OSC802 然后我们测的时候拔掉另一个头脑 只有一个头脑在测 首先我们用这个 还是像刚才一样用一个错误的操作 然后我打开示范器 可是会发现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干扰 我们调看一下 那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地线操作不对引入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去掉 然后用刚才这个接地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纹波已经写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这个纹波大概在二十毫复以内 我们可以拉着看一下 没有其他杂波 分纹只大概在17毫复 然后这个板子呢用的 用的 芯片就是一个MPS的一个 大概三块钱的一个一个DCDC 然后我们的电源输入是一个开拐电源 现在这个板子的工作状况大概是50毫复左右的 50毫复左右的负载